如果音乐是你每天必须的一个东西 它陪伴你的不只是通勤的时间 也是你心灵沉淀的时候 那么在这些时刻里面 听着这些音乐 你是否会想起 这音乐是如何被创作的 这些创作者的故事是什么 是什么样的脉络下 让你听到一首一首的歌 让你着迷于其中的歌词 旋律以及意境呢 在故事与音乐之间 人物历史等背景脉络 是我们这些堂课想要探讨的一个主题 也就是这样子 让我们一起让故事走进音乐 让音乐的故事与音乐人的背景 我们一一的发掘 一一的来阅读 如今是一个音乐串流的时代 你的手机可能就是你的行动音乐资料库 也可能陪伴着你找到演算法里面更多的歌单 更多的储存跟脉络 那是属于你个人的聆听体验 但如果当你想要拓展更多类似这样的歌曲 或有别于这样的歌曲的经验时 是否我们就需要一些更深度的故事理解 以及更深度的经验体会呢 在这堂课我们将透过音乐的阅读出版品 来为大家一起找到这样的脉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